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Q毛 Q毛來到MOA的第一天 我們來到了TTIT 我們的鎮爆工作室 相信大家之前就曾經看過Q毛 有介紹過他們的 他們是一個還蠻有趣的工作室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印入我們眼簾的 就是各式各樣的 這個大到打死戰車的 大到打死船的 船還沒有,下次等他們有飛彈 小到打物資的 打輕裝甲的,一大堆都有 你一定不會想要被他打到的 你開假車就有可能 所以他們是專業很多 一些裝飾彈 他們都是經過合法的管道 然後進來到我們台灣 讓一些玩家 對這個感興趣的 你可以有一個很棒的收藏品 很棒的收藏品 讓他們呢 不只專業這個之外呢 震爆這兩個字 絕對不是講假的 他們本身呢 也有針對一些 一般 不是一般啦 抓人頭 還我講 他點頭而已 可惡怪 耶 來來來來 就出事 他點頭就出事 沒有 這個帥哥呢 相信大家之前也有看到Q毛 還滿過他 帥哥啦 好不好 自己截圖 我當你應該當你回 好不好 有女朋友沒有 有這一位 機會了你看 好啦 阿成 阿成 那當然啦 之前喔 我朋友有介紹過嘛 震爆工作室呢 其實主要是分三個部分嘛 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震爆組 震爆組 對 第二個部分是 霍荒組 然後再第三個部分是 拍賣組 拍賣組 然後就是屬於我們 大炸小小的一些 均勵內的東西啊 跟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的一些 口徑的彈藥 對 真的很不簡單 你應該是今天 台場口徑最大的吧 對沒錯 好厲害 有戰車的喔 好不好 買買買買買 等一下再給你連結 好不好 大家就會想問說 我們震爆的部分的話 主要你們震爆 他做的是 業務或項目是什麼 研究 研究跟DIY的專題製作 我們針對地面上核心作戰 旅遊做一些量化的研究 了解 那在三年前我們 宣傳論文起家 他寫了一篇 叫反應時插詢 那這有點複雜 對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 反正他有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看 應該還有那些資料吧 有還有資料 大家可以去參考這樣 所以 戰報事實上來說 我們可以實擺一點 就是說 他是一個防衛性的動作嗎 對 並不是 我們工作室有一句名言 在以前 大家對這都是 一爆自爆的概念 在過去 因為我們毀掉一座高牆 用的都是暴力 對 可是我們現在毀掉一座 雕堡 用的是智慧 所以 對現在地面上 的這個作戰來說 是多元的 並不是局限在一爆自爆上面 了解 可以用它去實現很多人生哲學 就是我們戰報的靈魂 了解 算是一個概念的部分 對對對 那拓荒的部分呢 我們會去探險一些網路上沒有的地方 就是俗稱秘境 真的 那你們自己本身有在拍影片嗎 我們有 我們有拍影片 也是我自己剪接 那不過那個 有連結嘛 沒關係 你回來給我 我丟下去 因為其實現在也蠻多人很喜歡去看這些地劑馬 去看一些被人們遺忘的地方 那我也覺得也很不錯耶 是 那不過先問他 可不可以如果要參加拓荒 有沒有人可以去參加拓荒 可以 可以喔 改天我跟著去 找白天的 我不要把賽的先講好 好好好 白天的 對其實事實上來說大家看到 就是說 痾...職棒工作室呢 在這幾年 其實之前就在呈現在GoodMobile的影片出現過了 那就是說 他們自己呢 有做到很多 不一樣的專項 那當然啦 也是希望就是說 哪一個部分是你感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到他們的粉絲專頁 或GoodMobile給大家連結 都可以過去那邊祕 那大家呢 互相 不要說互相學習 你可以去 從他們去之中 去 Gonna交流一些自己想要的 對不對 好啦那 謝謝 你看這個被我硬頭 哈哈哈哈 好 謝謝